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色彩和无限想象 高雄一间百货公司连续17年举办儿童创意绘画比赛 累积超过20万件参赛作品 近年更以开放式的主题鼓励学童绘画 今年除了选出120件台湾学生的绘画 还有各国优秀学童的画作 邀请爸爸妈妈大手牵小手 透过画作和世界交朋友 指着绘画作品上的海底生物 小朋友开心说出他们共同的最爱 趁着暑假期间 临近安清班安排学生到百货公司 参观儿童艺术季寻海展 看看和自己同龄的小朋友都喜欢画些什么 我喜欢飞机 那这边有很多飞机对不对 对 那你看了之后你回去想要画吗 嗯 想要 那我们出来就让他们创作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让他们来看一些 哇 真的一些国际艺术的作品 的小朋友 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 他们居然可以画出这样的画作 让他们可以去学习 让他们可以去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小朋友的世界天马行空 缤纷鲜艳的色彩在画布上动人呈现 除了台湾学童120件作品 展场中还有来自日本及多国学童画作 每一幅都让人会心一笑 也瞬间回到童年最单纯无忧的想象世界 那在我们今年的展区呢 有分为三大的展区 那除了可以欣赏到我们 就是全世界小朋友的绘画作品以外 那我们还有在特别邀请了 已经两度入选布容纳 就是超话特展的刘旭工老师的特展 也在我们现场可以看到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有准备了 就是恐龙的场景 然后已经恐龙的商品 就是非常好玩的恐龙展区 都希望在中午假日 以及暑假期间的时候 可以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一起到我们形容三月 来做一个参观这样子 举办至今迈入第17届的 儿童创意规划比赛 累积超过20万件参赛作品 近年来已开放的主题设定 鼓励孩子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将生活中的体验和感知 透过画笔具体展现 今年共有7000多件参赛 从中选出120件得奖作品 巡回展出 邀请爸爸妈妈大手牵小手 透过画作和世界交朋友 儿童艺术季 本顾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参观报导